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的是第四章 第三章我们跟各位介绍 如果考虑到的物体是个钢体的话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如何计算这个外力 作用在钢体上外力对一个点的力矩 利用向量计算对一个点的力矩 计算对一个轴的力矩 以及计算couple所产生的力矩 然后在第三章的最后 我们跟各位谈到了等效系统 重点也就是 如果我们要把作用在钢体上所有外力相加的时候 这些外力必须在集中同一个点 因此会产生一个补偿的力矩 这个必须要考虑进去 那我们今天有了第三章的概念 我们今天第四章就是跟各位介绍 谈到钢体的平衡 那这一章呢 我们跟各位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四点一节 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钢体的自由体图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如何画一个指点的自由体图 这一章最主要的 到时候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一个钢体 如果让它受的外力要固定不动 通常的钢体都会有些支撑点 而那个支撑的位置 因为不同的支撑形式 会有一些不同的反作用力或反作用力矩 我们四字一节主要是要让各位了解 这些不同的支撑点 它会产生哪样子的支撑力 那个反作用力或是反作用力矩 而这些通常是位置数 如果你搞错的话 整个题目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然后四字二节 我们考虑到是在二维的状况之下 当一个钢体平衡的时候 我们如何了解 它各个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小节呢 我们就讨论到是在三维的 考虑到三维的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就讲的 谈到支点的时候 我们说当一个钢体 可以当作支点 就表示这个物体的形状 大小不需要考虑 这个时候通常都是外力 都会作用 它的作用在这个点上 这个物体的外力 都会通过 它会供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 当作一个支点 如果外力没有供点 也就是我物体 必须要当作钢体的时候 这些外力不会供点 因此一般来讲 这些外力 就会对钢体产生力矩 因此有可能会使得钢体转动 而如果一个钢体 我们说是达到静态平衡 也就是平衡的时候 基本来讲 就是作用在这个钢体上 所有的外力 它不会使这个钢体产生移动 也不会使钢体转动 如果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 所有外力 都没有办法使这个钢体 移动跟转动 我们就说这个钢体 是达到平衡 那不能使钢体移动或转动 我们的充分必要条件 也就是钢体平衡的时候 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作用在钢体上 所有外力的向量和等于零 所有的外力 对任何一点 欧点所产生力矩等于零 也就是说 我们把所有的外力 都移动到那个欧点上 因此我们的平衡方式 就可以写成 Sumption R 所有的外力和等于零 以及Sumption MO 就所有的外力 对欧点所产生力矩 这边你必要的时候 这边可以再加上 一个Sumption的M项 Sumption MI 也就如果有额外的利偶的话 那这个方程式 是一个三维的方程式 我们把这两个方程式的X 把它XYZ的分量分别等于零 因此我们最后可以得到 下面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我们就叫做 最坚弄的钢体的平衡方程式 作用在钢体上 沿着X方向的外力分量和等于零 所有的外力沿着Y方向的分量和等于零 所有的外力沿着Y方向分量和等于零 然后所有的外力 对任何一点 O不见得远点是任意一点 任意一点的力矩和等于零 所以它这个力矩 沿着X方向分量 Y方向分量跟X方向等于零 因此最坚弄来讲 我们钢体平衡的时候 一个钢体可以有六个方程式 那我们下面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解钢体平衡的步骤 首先呢 你们各位看到左下角这个图 这是一个铁塔的一个维修框架 这个框架的左下角 是固定在这个的铁塔上面 然后呢 啪掉下去 我们再用一个绳索 再用两根绳索 把它固定在这个铁塔上面 那我们讲的解题呢 这个是个第一个图是实际的图 我们解题的时候 技巧第一个 先画所谓的空间图 也把这个实际的物体 那个物理图形 转化成为一个 等于是图形化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图形 第二个图形通常就是你们在课本上做习题 或者说立题上看到的一个图 实际还是一个物理model 可是比较简化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框架 左下角的A点 是一个支撑 然后嘛 右上角有一个绳索 拉着它 使得它这个框架不会动 这个我们叫框架 我们就是要画出我们所需要的自由体图 这个自由体图就是 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讲一下 自由体图的步骤 可一般来讲 就是我要分析的是个框架 我就把这个框架独立出来 然后把作用在这个框架 所有的外力都标出来 因为这是二维的 例如这边就有一个张力 然后嘛 在左下角 左边这边呢 这个这边呢 它有反作用力 X跟AY 还有所有的尺寸 这个自由体图 就是把你要分析的物体 单独隔离起来 然后把所有中央在这个物体上 这个自由体上的外力 跟尺寸都画出来 这第二步 然后依据这个图 第三个 就是把我们前一页 所讲的平衡方程式运用 也就是以这来讲 就沿着X方向的外力 和等于0 沿着Y方向外力的 和等于0 以及呢 对任何一点的力矩等于0 三个方程式可以解除三个位置数 也就这边所讲的张力T 还有AX AY 这是简单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 事实上 我们一般来讲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步骤的步骤 步骤就这样子 第一个 这是实际的 先画出它的空间图 从空间图我可以画出自由体图 然后就用我们的平衡方程式 把所有的位置数给解出来 记得我们净力学 主要解的就是一个物体平衡的时候 作用在这物体上 所有的外力是等于多少 每一个外力是多少 我们的目的就在这 那这里面呢 我们比较强调是画自由体图 我们前面已经稍微介绍过了一下 子典的自由体图 我们这边再详细的说明一下 钢体的自由体图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像我们现在看到左上角 这是一个类似吊车 这边有一个重量 然后你们看 它在A点跟B点 这边都有支撑 你们看A点B点支撑的时候 注意一下 你们仔细看 A点的支撑 画的有点是像类似这样子 我在右下角这边画 也就是说它在A点这边 这个感值 它这是二维的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图的意思 我们等一下会再给看 这个图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 这个叫做那个 simple support 简单的支撑 它意思就是说 这个感值在A点这边 它可以转动 必要的时候 但是它不能左右移动 也不能上下一动 OK 不能左右移动 也不能上下一动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B点 下面的这个B点 它画的图 你们仔细看 是一个三角 有一个轮子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它在B点这边 它可能可以转动 但是 因为有个轮子 所以它也可以上下一动 但是它不能左右移动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支撑点 不同的支撑形式 不同的支撑形式 会产生不同的支撑反作用力 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更详细 但你们先看的是这个图 所以画这个自由的第一个 就是我先 第一步 我就先把我要的自由体图 给割下来 这边来讲 我们自由体图 就是这个掉价 所以像下面这个 我先把这个自由体图 给框出来 框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作用在这自由体图上 所有已经知道 方向 作用点跟大小的外力标出来 以左边的这图来讲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我掉的重量 这是支撑点 作用点 然后力量是朝下 方向我很清楚 重量是多少 我也标出来 第二个 是这个价值的重量 我们一般重量 都假设它是在重心 第四章 我们都会告诉各位 重心在哪里 第五章 我们会告诉各位 怎么样计算任何结构的重心 这边来讲 假设我已经知道重心 所以这是重心的位置 作用点 力量朝下 大小 也就是说 先把作用在这钢体上 你知道 大小跟方向的外力 先标出来 如这边的重量 这边的重量 跟这边的重量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是抹下 作用力 你不知道方向 你就假设 下 这个左边的A点 就是我们讲的 A点 它不能够作用移动 所以呢 左边这个支撑点 一定会给A点 一个水平方向 反作用力 一般来讲 这种支撑点 对物体的反作用力 通常就是你看 这个物体 哪个方向不能动 就会有那个方向的反作用力 它不能左右移动 就会有左右方向反作用力 不能上下一动 就会有上下垂直方向的反作用力 如果不能转 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举 这是基本原则 现在在A点来讲 就是它不能左右移动 所以有一个反作用力AX 记得 这个AX是支撑点 给框架的反作用力 支撑点给框架的 然后有个AY 那这边的AX跟AY 这个方向 我们假设是朝右 朝右朝上 这是我假设的 因为我不知道它真正的方向 不像这两个 这个重物跟这个重量 我知道一定是朝下 可是A点的支撑 通常支撑点的反作用力 有的时候我会知道它的方向 朝上朝下 有时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就假设一个方向 万一算出来的结果 AX是等于正 就表示我假设的方向是对 所以这个时候反作用力的方向就是朝右 万一算出来是负 表示我假设方向是错 那实际的方向就是朝左 所以这是画自由底论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方向朝上朝下朝下 你假设一个方向 不要怕 看你算出来结果是正是负 我再强调是正的 就表示你假设方向是对 是负的表示假设方向是错 这些通常未知数都是要求的 都是支撑点对那个自由体的反作用力 是支撑点对自由体的作用力 这第三步 第四步呢要注意的事情是 那像B这边 因为B是一个轮子 表示它可以上下移动 因此它没有垂直的反作用力 只有水平方向的反作用力B 也是我假设的方向 第四点就是符号 如果自由底论你知道大小是多少 像这边我们就把实际的数字写出来 你不知道的话 通常就用代号来代替 那是A点 力量我们通常就假设是 AX就是水平 AY就垂直 如果有一个例句 我们就会写说是MA之类的 至少就是你要用的符号 你要很容易直觉就可以知道 它是代表什么 没有人规定符号一定要怎么写 但那些符号就是未知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由体图上 不是每个尺寸都要标 但是某些重要的尺寸要标出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取力矩的话 你像在这个图你要取力矩 你一定要知道某些距离 所以就记得 解决应用力学的问题 我们先告诉各位 画出正确的自由体图 是第一步 我们刚刚说的第一步是做空间图 可一般来讲空间图 常常题目就给你了 从空间图 你们画出正确的自由体图 是第一步 只要这个自由体图你画出来 剩下的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Summation FAX的A0 你找出每一个力量X方向分量相加 Y方向分量相加等等 那个都变得蛮容易 自由体图最会画错的地方 就是这个钢体跟某些固定端 接触点所产生的有哪些反作用力 这些最容易 这些一错 你位置数的数目就会错 很可能会把一个你可以解的问题 变得你根本没有办法解 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 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 OK 这一点你们要非常的要注意 那我们下面要跟各位介绍 这些等一下 OK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 一般来讲 什么样子形式的支撑 支撑方式 它会产生哪些方向的反作用力 等一下我们会叫各位要记得 那这边我们先给各位讲个原则 任何支撑点 对这个自由体产生的作用力 原则就是你们就是判断 不管二维三维就看 反正你觉得它这一个点 可以左右移动 就应该反过来讲 不能左右移动 一定有水平方向反作用力 不能上下移动 一定有上下方向的反作用力 不能转 就一定有一个流利局 看看可不可以绕着什么方向转 这是一个原则 我再强调 基本看的方式 就是看那个支撑的方式 它会使这个钢体 不能怎么动 就会有那个方向的反作用力 可以动就不会有 下面这是你们课本上的四字仪表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 是二维的结构的时候 某些支撑的方式 它会有哪些反作用力 那这个里面 有的时候我是知道方向 一定是朝上或朝下 有的人我不知道 那你们课本上没有讲那么清楚 我在讲的时候 建议各位在课本上做一个记号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看第一排 这是你们的四字仪表 第一排的这两个 就是我们讲的 一个叫roller 滚轮 一个叫rocker 不管 可是这两个图你们怎么看 都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杆子 它可以转动 所以 那个画法就表示它可以转动 所以 它不会有反作用的力矩 然后因为轮子 所以它可以水平移动 因此 只有垂直方向的反作用力 所以我们说 它的反作用力 如这边讲 就是一个力量朝上 这个时候要注意到 因为这是两个物体接触 你们要注意到 你这两个物体接触的时候 中间的力一定是互相的 一定是 因为它不会是互相拉 一定是压的 所以呢 如果支撑点是属于这两种形式 我们先谈这两种 它的反作用力一定是朝上 不会朝下 如果朝下 代表这个杆子 会跟这个地面会分开 所以一定是作用在杆子 这个力量一定是朝上 这个方向是固定的 作用线是垂直 但是方向一定朝上 绝对不会朝下 你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个力量大小是多少 你假设这个方向 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正 所以这个方向是固定 不能假设 这种接触面的正向力 一定是属于一种互相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相等于是地面 给它一个望上的力 这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力量一定是朝上 就朝上工作坚 那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类似的 OK 这三个是一种 这个是类似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杆子地面 可是呢 我们没有摩擦力 所以它只有接触的正向力 所以属于这四种的接触方式 它的反作用力 都是一个朝上的力量 就朝上自由体图 你知道方向 不知道大小 所以只有一个位置数 而且算出来结果一定是正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箭头朝下 那一定是错的 你箭头朝下 算出来结果一定会是负 这是一种 那旁边这个 simple support 基本上图形就像你们右边看的实际上 就类似这样 你们看这上面 它就像滑 它好像可以左右移动 就是这一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我们来看这个 在旁边 是一根杆箭 接了一根绳索 绳索 所以 绳索对杆箭的力量 绳索一定是拉力 不会是压的 所以我的自由体图 这个箭头一定朝外 所以这个方向 我也是固定 我现在谈左边的这个 是个绳索拉的 我的绳索一定给这个物体 自由体是一个拉力 所以力量一定朝左 但是 这个地方 我们第二节目讲得更清楚 它是两个杆箭 连在一起 那左边的杆箭 右边的杆箭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杆子 杆箭的话 它可以承受拉力 可以承受张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我画在右边一下 你们看 这是杆子 它可以这样子 你也可以假设这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个杆子的话 我是假设它 它现在是一个拉力 我大成拉的形式 那算下的答案 可能是正是负 如果是正 表示这两个杆箭之间 互相是个拉力 如果是负 这两个杆箭之间 互相会是一个压力 所以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如果是个绳索 这是我假设的方向 出来一定是正 如果是杆子的话 我假设这个方向 出来答案 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是正的 表示受的是拉力 两个杆子在互相拉 是负的 表示两个杆子受互相压 有可能是负的 所以第二种 第二行情形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这个你们课本 没有讲那么清楚 再讲是绳索 算出来结果一定是正 是负的就是错 如果是杆子 算出来的这个位置数 可能会正 可能是负 而且 那是我们第二节会在讲的 你们自己旁边先注明一下 这个时候我是假设 左边这个杆子的重量 忽略 绝对不能考虑杆子的重量 如果考虑杆子的重量的时候 这个方向是错的 那你说怎么样是对 我们四字二节会跟各位讲的更详细 所以在这张表格上 我们是假设 左边你们自己注明 左边杆子的重量忽略 绝对不能考虑杆子的重量 然后才能假设 我的反作用力的方向 所以这两类 注意 除了杆见以外 都是我基本上知道 反作用力的作用线的方向 作用线的方位都是垂直的 以及它的方向 这是第二个 好 第三行你们要注意了 第三行这两种呢 左边的这个图 第三排左边那个图 指的是一个套筒 在这个杆子上移动 右边的这个图 煮的是一个小的叉烧 在杆子上一个轨道移动 这种时候是一样 因此我们这样子看 你们仔细看 这是一个杆子 这是一个套筒 我这样的滑动 所以我套筒可能会推它 可能会 因为这套筒连着我这手嘛 我手可能会推这个杆子 也可能会拉的 虽然滑动 可能会推可能会拉 不管怎么讲 这两种图形 都是接触 就我们讲的 只要是接触 作用力 一定是垂直方向 所以你们注意到 这个时候作用在 这两个杆子上 的作用力 是垂直这个杆子的方向 你们看我们这图 我们画垂直杆子的方向 但是 这个箭头 就是假设 你算账 你算账结果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那这一些 很抱歉 各位都要 他不难记 但你们要记住 因为不管你将来在做事 还是在考试 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这种支撑方式 我有几个不同的反作用力 或方向 他们不会讲 你要自己判断 我只能告诉你 你只要判断错 你整个题都是错的 后面不可能做对 所以弄清楚 这一点 要弄清楚 他的方向 以及你算账答案 是一定是正的 还是可能有正有负 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边一开始 以这个来讲 这个出来的结果 一定要正 不能有负 这个如果是绳索 这个出来的结果 一定要正 这边如果是 只有忽略重量 这边出来 可能是有正有负 这种case 出来的答案 正负都合理 反正只要是负的 表示你假设的方向错误 这我刚讲 这时候 这个图来讲 这个方向完全是假设 好 这是只有一个位置数的 这二维的 还有 再下一个 前面人说了 这个就是我们叫 简单支撑 这个就像右边的这个图 这就是我说的 它 可以转动 但左边不能上下 不能移动 因此一般来讲 它会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先只看这个图 然后对应到右边 最右边这个 说我假设两个 一个是RX RY 水平方向 这两个通通是我假设的方向 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是负 是我假的方向 这两个箭头 就是代表我这个支撑点 对这个杆子的反作用力 一般我们都是假设 一个水平 一个垂直 但是 也有人 像我左边的这个图 各位看 我可以假设呢 是一个力的大小 跟它的角度 但我建议各位 通常我们不这样子假设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假设 横数都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RXRY 一个是R跟R法 可是如果你是假设R跟R法 你要找水平分量 变成RcosR法 RsinR法 你会把三角函数 带到你的方程式里面 并不是好处 所以属于左边这一类的时候 它的反作用力 你可以假设是大小跟方向 或是互相垂直的两个外力 这个就只要解大小 两种假设都可以 可是我们偏好这一种 我们尽可能用的是这一种 那你会在解题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就变成有两个位置数 但是做出来都 我们一般都是假设朝右朝上 但是你做出来是负的 就要你假设方式错的 那还有是像这一种 这种就是跟刚刚讲的 前一页 我们是说一个杆子在一个地面 只是很光滑 所以忽略摩擦力 这一页 就是说杆子是在粗糙的地面 所以除了正向力 也有摩擦力 那是这两个 那这个时候要小心 摩擦力 方向 就是固定的 因为你们都知道摩擦力 会给你要运动的方向 你的外力是 使这个物体倾向往右边移动 摩擦力就会朝左 如果你的外力 是指这个杆子 有左边移动的倾向 你的外力就会朝右 所以 如果属于这种情形 这两个方向都是假设 属于这种情形 垂直的一定要朝上 然后水平的 一定要跟你运动 你打算运动的方向相反 那时候两个方向就是固定 你算出来结果就不应该有负 所以它虽然好像对的是同一个图 结果不会一样 我再强调 属于左边的这种 simple support 简单支撑 你的反作用力方向是假设的 算出来就可能有阵有负 属于右边 一个杆子在摩擦 粗罩面上 你的假设方向通常会固定 这是两个位置数 最后一种 这是二维的最复杂的 这种就叫fix end 就让一个杆子插到里面 它前后左右 上下左右不能移动 也不能转动 所以它有三个位置数 一个平的反作用力 一个垂直的反作用力 还要带上一个利举 这个利举 这三个方向都是假设 这三个方向全是假设的 你算出来的 我们都是假设 反时针 算出来的是正 表示这个墙壁 给这个杆子 产生的反作用力举 就是反时针 如果是负的 就表示它应该是顺时针 OK 就表示它应该是顺时针 这些 各位要记 这是属于二维的 我们再讲 这个是属于 二维状况 各种 我们这话就是 二维的case之下 会产生的 反作用力的形式 OK 不管怎么弄 不管它作用力是什么 作用在这钢体上 每一个对外的接触的 固定的位置 你都要找出它正确的反对 我们后面会有些例题 会跟各位说明 但是这些 我再强调 各位要背 考试的时候 没有任何考试 都不会有人给你 你要把这个形状 稍微背一下 报案的名词 因为有时候图形看 可是它会说明 像这个就叫做固定端 Fix end 题目就会说Fix end 就相等于一个 杆子插到墙壁里面 好 请各位现在跳到 你们课本上的 214页 我下面呢 是你们课本上的 表示字十 在214页 三维的 我把二维三维的 这个画自由底图 是后反作用力 一起跟各位讲 这个四字十 是在你们课本上 214页 好 第一类 第一个 这个跟刚刚那个 Roder一样 它就是说 感觉是一个球 因为是 记得现在是三维了 所以这个球 就是说 它可以在水平面上 到处滚动 所以它不会有水平面上的 反作用力 只有垂直面上反作用力 而且像我讲的 一定是朝上 那左边这个图呢 跟前面的就一样 这只是二维 三维的了 还是很光滑 所以这个感觉 自由移动 所以朝上 所以 这两种 这个方式都固定 就说 属于这两类 你算出来结果 一定是正 方向一定要上 那这个是一个绳索 我们这就不谈 该值的了 这是一个绳索 所以 一定是张力 这个算出来结果 也一定要正的 不可能是负 这是一种 这个图 指的是 它可以在整个平面 自由移动 这个跟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它可以转到 但你们仔细看 它这是有一个轮子 或在一个轨道上 所以表示 它只能这边移动 它不能够 前后移动 就这个感知 只能这样子滚 它不能够这样子移动 这个图跟上面的图的差别 就上面的图是说 它可以在一个平面上 到处跑 下面图是说 它只能在这个方向移动 所以这个方向是自由 但这个方向就不自由 因此你们看 它的反作用力 除了FY以外 还有FX FY一定是正的 FX可能会正 可能会负 FZ对不起 FZ可能正 可能负 因为它跟地面接触 一定是正向力 但是这个方向的力量 是朝左朝右 我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假设 它是在正的Z方向 算出来是正 就表示假设对 是负 就假设错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习惯的假设方向 但是算出来结果 FY一定是正 FZ可能会正 可能是负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这是Ruland 第三种 第三行 Ball and socket 这个是三维的结构 很容易一种支撑防线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杆子固定这个点上 它可以到处转 但是动都不能动 它XYZ都不能移动 叫做Ball and socket 这个的中文 我们一般就把它翻成 球座支撑 它是一个球带 有个座 所以把它固定 它不像这个 这个可以在平面上 到处移动 这个就是固定在那一点 因为它XYZ都不能移动 但它可以到处转动 所以它有三个反作用力 FX FY FZ 这三个方向都是假设 算出来结果可以 可能正 可能是负 这三个方向都是假设的方向 可能正 可能负 我讲的 你们一定要弄清楚 有些方向是 算出来结果一定是正 因为它就是只有那个方向 有的可能正 这里面也要稍微记一下 可是这都跟平常的物理观念很类似 所以并不难记 但你知道这个 你有时就会知道 你有没有算错 一定是正的 你算出负的 表示你计算一定错误 这种叫做球座支撑 很常见的 好 再下一个 这个 我们叫Universal Joint 叫做万象街头 它实际的形状 是像这个样子 一般我们图会画成这种形式 这个的万象街头 你们仔细看 很有意思 第一点 它这一点是不能乱动的 所以你们看右边 它有三个反作用力 Fx Fy 跟Fz 三个方向的反作用力都有 然后同时 如果这两个杆子 是我外向街头的话 OK 以这个来讲 它就是不能沿着 它的这个轴向转 就是不能沿着 这个轴的方向转 可是它可以左右动 它也可以这样子动 可是它就是不能沿着 它不能这样子转 你们看 它如果沿着轴向转动 一直卡住 所以它有四个位置数 三个Fx Fy Fz 然后有一个Mx 反作用力力矩 因为它不能沿着 X方向 以这个图形来讲 它不能沿着 就这种万象街头 它可以绕着 Y方向转 也可以绕着Z方向转 但是以这个图来讲 它没办法沿着 它的轴向 就X方向转 所以它有四个位置数 三个外力 一个力矩 这边通通是假设方向 都可以有正有负 算财负的 表示跟我假设方向相反 这种 我们把它叫做 这是四个位置数 这个我们叫做 万象街头 Universal Joint 那这个 就是相当二维的 插在墙壁 所以这个今天最明显 它XYZ都不能移动 也都不能转动 所以你碰到这种 支撑点最讨厌 因为它的位置数有六个 它有FXFYFZ 三个方向的反作用力 还有MXMYMZ 三个方向的反作用力矩 这种case最糟糕 跟二维的一样 二维的时候 这种case有三个位置数 三维的时候 这种case有六个位置数 这位置数是最多的 再下来 下面的这个 这种是一种轴层 就是一个轴 在一个套到里面转 周围的这东西 我们叫做轴层 这种就你知道 像那个门栓的角链 这种的情形呢 你们看 还是一样 它可以自由的 沿着X方向移动 也可以绕着X轴转动 但是在Y轴跟Z轴 是完全不能移动 不能转动 所以它有四个位置数 FY FZ MY MZ 这些也都是 结果会可振可负 那最后这一排 跟这个只有一个不一样 它就是呢 这个是可以自由移动 上面第二排 第三排的就是 旁边给它挡住了 所以它只能绕着X轴转 它不能在X轴 它不能在X轴方向移动 因为你们看这个图 它一边把它挡住了 所以因此 它比上面的 又多了一个FX 变成五个位置数 这两种的差别 只在一个地方 上面这个叫一般的轴层 第二排的 第三排这个呢 我们一般叫做指推轴层 就是我防止它在X方向移动 这些就是我们一般 在机析结构上面 属于三维的 比较常会碰到的支撑方式 我再强调 这不是全部 这是大部分 4.1图跟4点 表4.1跟表4.10 你们要记住 这个要背下来的 可是因为它 因为它原则很简单 就我在讲 反正就是XYZ三个方向 它不能往哪个方向移动 一定有那个方向的反作用力 不能绕着哪个轴转动 就一定有那个轴方向的反作用力举 这就是原则 你一记这个原则 去记这一些 并不困难 一点都不困难 只要搞清楚 有的状况之下 我的反作用力的方向 是固定的方向 有的不是 也就是有的答案算出来 可能正可能负 有的答案算出来 一定要正 一定要正 这个就是我们四字一节 最主要告诉各位的